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早晨大家好 欢迎来到11月24日的Financial Market 先看看油的消息 铲油国将来30日开年会 OPEC刚刚公布了日程草案 内部闭门会议只有三个钟 应该有很多事要谈 还要跟俄罗斯展开新闻发布会 是否三个钟已谈好所有事 令人觉得有些差异是否已丢好 今年全部都是动产协议 成为今年整个油市的主族 由开始动产 小时候价格上升 结果跌足半年 但很特别 当你发现不妥 到他们再谈谈是否延长 到延长这一段 油价真的180度翻新 油价是会转强的 为什么会有积可寻 动产协议虽然是根据公需平衡 但一开始动产 未必可以很肯定得到 大家都可以遵守协议 大部份能源买单 很多都是长期合约 不会直接因为动产 而会令到价格即时有反应 如果不是的话 随时去加价 大家便知道要保障油公司 或是真的入油 他也会谈不倒议 刚刚来的两个月前 实际上如果用现货价格平衡 应该是动产协议未必会即时对价格反应 但价格有反应 似乎扭转了局面 升幅如果用低落计 大家都觉得很可观 但直接到今次的动产协议 反而可能和以往我们觉得的动产协议 他们开会前的气氛很不同 上一次是因为大家觉得价格下跌 想保余价格 但今次他开会 价格上来 有钱就伸痕 今次有几件事 由价格上来 大家可能放松了戒比 事实上 如刚才所说 之前因为怕价格下跌 现在价格上来 便会问自己一个问题 究竟是甚麽价格才会认为有数值 现在到这些水平 大家也会知道 美国的月岩油 当油价跌下来 由穿100元开始 大家都在说 月岩油的成本价在哪 说得很夸张 由九十几元七十几元到五十几元 甚至乎有些到四十五元都做得 但在平均数 大家也知道五十五元楼上 其实我们看到叶岩油那边 很大部份都已经有利可图 最近油价上了五十元之后 其实已经开始见到美国的油价数目增加 但今次的油早会议 除了有关公需平衡之外 另外有很多原念大家要留意 第一件事 我一直都很强调 现在油价上来 大家都觉得油早会议下个礼拜 一定会延期 但如果大家没有忘记 上一次冻胆血液 为何一拖再拖 因为伊朗扭计 伊朗当时在制裁我 我被人制裁 我刚刚跟他搞定了一件事 当然不会跟你搞 他的立场是说 现在我没得出 所以才导致现在我的产油量相对较少 平时我应该是踩到正常水平才跟我谈 当时他要求到每日要有四百万桶 但今次伊朗可能又成为了 今次油组里面他们能否达成 所谓冻产协议的其中一个最重要关键 上次我已经和你有没有办法谈 近期大家也知道沙特阿尔伯 是因为皇位继承问题 导致你有很多内忧 便立即搞一些排外的东西 便和伊朗在吵架 而且很明显 美国变成沙特阿尔伯的代理人 很明显会见 我和你签完一千多亿的所谓军火协议 你发觉特朗普回到美国便立即说 我不会承认核协议 所以才导致美国国会 现在美国国会重新制裁伊朗措施 直接导致沙特阿尔伯有意想和伊朗开战 而且讨论 甚至没有外交关系 以色列也认为会和沙特合作和打伊朗 所以这件事会更复杂 究竟今次是否真的会这么顺滩谈得行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俄罗斯 俄罗斯要知道 自从通俄门发生之后 本来特朗普很希望和俄罗斯握手研磨 不如大家一起 大家斗来斗去没意思 通俄门导致近期军事新闻 北约说明美国总统似乎要靠自己 正常的推论 这些问题 结果北约直接在波兰 违反导弹协议 500公里以内不有法治 但现在美国直接在波兰 放导弹防御系统 放正在俄罗斯门口 俄罗斯说明 大家一起违反500公里短程导弹协议 2018年3月是俄罗斯总统选举 通俄门为何有通俄门 因为我搞你的总统选举 你是俄罗斯 你会否报仇 现在俄罗斯都知道 虽然很多人认为 普京应该会继续上竞选连任 虽然现在未出声 但明显会知道 延续沙皇的统治 不止 大家要知道 现在民意支持度仍有八成多 他现在已经赢了 虽然有美女主持和他争 一个是很流行的歌声比赛 他父母是以前邀请过普京老板 所以大家都知道他两个应该很熟悉 希望拿他们出来 有人跟我争 但大家会看到 俄罗斯会相当紧张 究竟美国是否真正的 一通俄门会否导致 美国和俄罗斯会直接反面 如果是这样 会导致重新核竞赛 现在已经看到 大家都说会重新研发核弹 甚至上星期 美国国会竟然开了听证会 问问总统是否真的可以发射核弹 有个将军说 如果他发动战争 未必会执行命令 但这件事很有问题 美国总统是有权 不经过国会而直接发动战争 甚至宣战 但如果是一个大型军事出现 要经过国会 但大家应该知道 每次美国总统出巡 都有黑色包跟着他 黑色包是什么 可以发射核弹 但上星期当你听到美国国会的听证 听到这位负责的司令说了很清楚 其实美国总统是无权发射核弹 他意思是这样说 但这件事相当违背 因为他曾经跟特朗普商量过这个问题 特朗普问他是否可以做这件事 但他直接告诉特朗普是不行的 特朗普问他一个问题 我怎样才捨得 为何又会问这件事 因为大家应该知道 为何现在北韩的问题 会搞到这麽僵局 是无端端在联合国说了很多 又怎样认得它变成火海 又怎样 如果北韩真的会射到核导弹 北韩将会受到前所未见过的灾害 很多人都担心是否代表你想打核战 所以才导致很多人说 总统是否可以直接发射核弹 但刚才提及的问题 大家根本没有共识 为何会有核的黑箱 其实只是为了能够有一个 美国没有答应过 像中国那样笨 你射完我我才射你 他是有权直接攻击你 如果他觉得有机会发生这些核战争 他会先下手为强 而且这件事一直是美国军方认为 打任何一次战争一定先下手为强 即是你没有防备之下 我的胜算最高 所以才会有这样的战略出现 但现在既然因为你担心这个总统不听话 或者会乱来 而搞到大家说要商讨这件事 代表了现在美国无论国会 或者民众甚至白宫 都可能会很担心 真的有机会会否因为通俄门 会导致整件事会恶化 甚至乎北韩那边又谈不定 你真的又会发射核弹呢 所以这几样东西都会认到反而10个星期 刚刚一个星期 所谓油早协议是否真的可以顺利解决得到 我觉得大家可以留意一下 因为我相信美国人都很小气 俄罗斯应该会导致整个油早协议 可能是没有那么容易达成协议 而且也涨了整倍 如果用低价去计算 所以大家要留意一下 近期油价所谓的上升 究竟是否真的可以继续延续下去 大家值得关注 大家留意一下 看其他消息 近期比特币坐过山车 另外一只驱移货币以太币都升了不少 已经冲破400美元关口 触及4.6美元纪录新高 年内涨了5000% 韩国监管装局似乎未有禁止 是否支持 近期比特币实在升得太疯狂 国内已经禁止了 但反而禁止后 比特币更加劲 比特币更多 比特币更加劲 比特币更加劲 甚至大家看到有些人认为 им大 additions 会上升至过万元 但比特币可以买什么东西 都可以 但便宜不可 现在有一个很大的问题 既然每个人都说禁 比特币更可以 还可以告诉我们 很多中国大猫会觉得死亡 因为政府叫我不要卖 结果我这样带出去 我估计比特币为何突然那么好 可能在台面上大家没有留意 这几年所有政府都希望以收税解决之前的危机 会导致很多巴南亚文件、天堂报告 很多人都有走私留税 比特币很多政府认为作为非法活动交易媒体 比特币以数字货币的形式会导致政府查不到 是否因为这样会导致欺负钱的需求 之前净巴布韦出现政变 既然比特币更加比黑市价高一倍 是否代表原来比特币是另一个 想收黑市价是相当好的途径 但也要告诉大家 现在比特币的上升到现在的水平下 亦都间接导致其他虚拟货币趁势炒高 因为比特币也去到这些水平 虽然我们听到遲些会出期货 大家有谈过一个问题 出期货即是可以做孖展 可能会炒得近风头 所以大家要留意一下 其实是否真的那么稳定 但我觉得如果大家没有炒开 去到这些水平真的要小心点 实际上比特币有个比较大的问题 没错它不断上升 但真的找不到实际有何用 正常用途或洗黑钱之外 是没有的 所以大家要知道 虽然很多人心红 但事实上不是一个 现在是否应该正常买卖 大家要小心点 大家要小心 今天时间差不多了 下星期一长时间和大家见面